你好,大家好,我是最大的 因为最近我发现有几个学生 他对我说,老师我想你做说中文的视频 所以在这个视频我就开始做一个说中文的视频 以前我也想做得多 可是因为第一就是最近比较忙 第二说中文的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事情的 没有什么说了 说关于我就是我的工作经验也已经说了 我的教书也已经说了 所以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事了 要是你们想听中文 我觉得你们有很多办法 你们可以在YouTube上面听中文 中国人说话的 你们也可以在就是 Facebook上面听中国人说的 也可以在TikTok也有 有很多中国人他就是说话的 你们都可以听他们的 他们的发音也比较 也比我标准的 我的中文不算一个标准的 一个标准的发音 因为我是简直载人 我的学历 我的就是学习经验也不太多 工作经验也不太多 所以都有缺点 我的发音有很多缺点 我现在也在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平的 自己的能力水平的 我现在也继续学习 可是不是在学校学习 就是自己学习的 所以在面要是你们想听中国人说话 你们想听中文 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听的 听我是不标准的 是不算标准的 就是发音 第二就是关于我 我的中文班 在就是十二月七号 我已经 就是我打算开 一个新班 就是中文班 对要是你们有哪些 学生想学中文的 他们以前没学过中文的 你们可以让他联系我 因为在七号 就是十二月七号 我们就开始学了 就是从开始的 从拼音来的 就是教拼音来的 所以要是你们认识那些人 想学中文的 可以让他们联系我的 还有一件事 就是因为 以前 我在网上教书的 经常有很多学生 他跟我学的 可是最近 学生跟我学不太多了 为什么呢 不是我的教法不行 不是这样的 不是我的教法不行 可是因为有很多老师 他开始在网上教书了 有 就是 那些老师 有的以前是我的学生 有的以前是我的学生 现在他的能力 就是 可以教书了他 就开始教书 所以有的学生 就去跟 其他老师学习 有的也在跟我 学习 所以 这样让我 就是学生 越来越少 不是那么少 就是越来越少 比以前的 少了很多 可是 我觉得 没什么错的 就是他们学 就是他们跟我学了 他的能力 就是提高了 他可以开始教书 我以前也是 我跟我的老师 学 一年 不行 两年不行 三年不行 五年不行 就八年九年 就觉得 这几个能力还可以教书 那就开始教书 所以他们也是 他们也这样做的 好了 在这个视频 就是我开始 我也没有什么事情 想跟你们说的 所以我 就是在这里结束吧 等 就是下 下个 视频 我们 我再考虑一下 要 要把什么事情 想跟你们说 好了 今天到这里吧 再见 再见